而于良知,百年之后,跟我灵性安返,返回不家乡,永享平安喜乐。 4. 承圣承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承圣承贤的正因道种,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,它必然萌芽开花结果。 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,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。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,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。 求道之后,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,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。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,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到的好处,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朝。 敬其一生,精净不屑,得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。 归天之后,必正圣贤果未无疑。 天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。 天命,就是三朝明师,明师一点玄关开,打开正门佛祖来。 天堂非在我身外,天上地下我都在。 此乃天天大道的自治至宝。 也。 天天大道,天命宝贵。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之积意。 非是在言与文字相声音可得。 非是在天经万点上的。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。 非是在世智变聪上的。 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。 非是在台高八斗上的。 一上街是生死法对待法。 非是超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。 此自己的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。 其妙极意。 此者是无师智。 此智是妙智妙智。 此智是妙智妙智。